集集愛聊國小今年暑假期間 辦理暑期義文班學習越南語及越南文化交流 集集政文化所長花穎杰表示 這次課程小朋友對於文化交流及連結有相當大的幫助 這個機會讓我們愛聊國小的小朋友能夠展現一下自己在這個學期 學習我們越南語還有就是進行越南文化交流的成果 跟文化所在暑假辦的這個研習班的所有的成果一起來展現 那今天那個愛聊國小小朋友的這個越南語小劇場 讓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同學在這個期間也學到了很多像是越南一些的單字的使用 或者是打招呼還有就是一些稱謂 那無論是在家裡面跟爸爸媽媽或者是家中的長輩 來做一個像這樣子的文化交流跟連結語言的使用 那相信都是很有正面的這個成長跟幫助 教導小朋友語文的指導老師翁玉雲表示 希望有更多的小朋友來學習越南語 然後去那邊玩 積極意下屬極意文班即社造多元文化研輯班成果 縣議員陳昭玉指出 活動中看到小朋友朗朗上口的越南語 陳議員相信小朋友都是國家未來南向發展的小尖兵 我們積極愛樂國秀在今年的蘇格 推出積極意下的一個活動 其中的主要的一個主軸 就是融入了我們越南的一個文化 我們畢竟積極有很多越南籍的外配 但是這些新住民 怎麼樣融合我們的台灣文化 然後將他們最好的文化能夠傳承到下一代 是我們這一次辦理夏育林最重要的一個環 尤其看到同學們在短短的兩三個禮拜 都朗朗上口的一個越南語 我相信整個母語的一個教育 已經成功了一半 我們希望他們都是未來新南向的小尖兵 教育多元化 學校利用暑期辦理研習班 充分利用課語的時間 讓小朋友學習更多有用的課程 縣議員陳昭玉肯定學校教育紮根的用心 希望小朋友學業能夠擺持肝頭更進一步 記者廖昆隊及其採訪報導